哈羅香港分校位於屯門的校舍奠基 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有出席 曾蔭權說哈羅國際學校曾經培養出 二股英國首相優吉爾等定尖人才 優質的教學水平相信有在香港晉身區內教育樓 校舍名聯絡成後可以提供1,500個一年級至13年級的英式教育學位 其中超過一半學位預留給非本港學生 包括外地離港工作人士的子女 並提供500多個宿位給六年級以上的學生 在香港首間全日制男女國際寄宿學校 學費由每年10萬至14萬多港元 另外每年要給5萬元學校維修費 縮費大約是學費的八成 計算上寄宿生一年最多要給超過31萬 家長另外可以購買由學校發行的 300萬元可鑽樣的資本證明書 或者60萬元的債券 買了又通過入學市 學生可獲得優先取錄 讀多過六年就可以拿回本金 的確是非一般家庭可以負擔 目前學校已經收到約一千個入學申請 Hello!香港國際學校 預計明年9月就可以開學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張沛儀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